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放鞭炮呢 还有春节的冷知识 达琳姐姐都会把连结放在下方说明栏 没有听过的小朋友也可以点进去 或者是你想要复习这些故事 都可以再听一次哦 这个礼拜达琳姐姐要说的故事 是十二生肖的由来 你们会背十二生肖吗 跟着达琳姐姐一起念一次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还有蛤 猪 没错 那为什么会这样排列顺序呢 今年又是什么年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 十二生肖的由来 上集 本故事搜集至网络世界 由达琳姐姐认识改编 据说 在古时候 人们是没有生肖的概念的 当时 玉皇大帝为了给人们排定生肖 他决定要在天庭里面 召开一个会议 当时 猫还有老鼠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就像是亲姐弟一样 开会的圣旨到了 猫跟老鼠 还有好多好多的动物 都准时抵达天庭 一起去参加会议 玉皇大帝说 所有的动物们 集合 所有的动物都发出了自己的叫声 玉皇大帝又说 明年的正月初一 我要来举行一场全国的比赛 比赛当中 只要谁先游过河 穿越山谷 穿越沙漠 渡过南关 到达神殿的前十二种动物 就可以依照先后顺序排定名次 成为十二生肖 那我一定是第一名的 蛇姐姐说 我才会是第一名呢 小猴子一边吃着香蕉 一边说 哇 身为万兽之王 我才是第一名 老虎张开大嘴吼着 就看你们表演吧 场景鹿妈妈说 我会伸长脖子 看着你们的 记得 不可以犯规哦 宝贝们 就这样 所有的动物 你一言我一语的发表意见 猫很喜欢打瞌睡 它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坏习惯 它对老鼠弟弟说 喵 鼠弟 你知道 我很爱打瞌睡的 大年初一的比赛 假如我睡过头了 你叫我起床好不好呀 老鼠弟弟说 猫姐姐 你放心好了 到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猫姐姐说 谢谢你 鼠弟弟 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不过猫姐姐 我们两个都很怕水 如果要渡河 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 鼠弟弟问 那简单啊 只要找牛杯杯帮忙 它一定会在我们渡河的 你说是吧 猫姐姐 你真是太聪明了 我们就这么办 你别担心 快去睡觉吧 我一定会叫你起床的 老鼠小弟说 于是 猫姐姐就放心的去睡觉了 不过 比赛的日子到了 这天早晨 鼠弟弟很早就起床 他吃过早饭 就自己出发了 所有的动物 都想用最快的速度 突破难关 抵达神殿 成为十二生肖之一 渡过河之后 就是神殿了 这样我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 不过 我真怕水啊 老鼠小弟 老鼠小弟自言自语地说 这时 老鼠小弟对牛杯杯说 亲爱的牛杯杯 你可以载我一程吗 第一名给你 让我当第二名吧 猫 那有什么问题 助人为快乐之本 上来吧 鼠小弟 不过 猫姐姐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呢 猫姐姐说他太累了 再睡一会 他不想参加今天的比赛 猫 原来是这样啊 就这样 鼠小弟跳上了牛杯杯的背 渡过了这条大河 所有的动物们都拼命地游 但是 就是老牛游得最快 没过多久 牛杯杯已经靠岸了 眼看 牛杯杯就要走到神殿 获得第一名时 狡猾的鼠小弟 却从牛的背上跳了下来 抢先到达了神殿 我是第一名 我是第一名 老鼠小弟洋洋得意地说 就是我是第一名啦 咕咕咕咕咕咕咕 接着 其他的动物也都陆陆续续抵达天庭 依照规定 最先到达神殿的前十二名动物 直接依照先后顺序 每人一年轮流当大王 而且 还可以用他们的名字 作为那一年的名字 就从今年开始 天神宣布 今天的比赛名次就是 鼠 牛 糊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猪 天神 天神向大家宣布顺序 于是 这十二种动物就变成了十二生肖 它们每只动物都非常的高兴 第四年就是我的年了 兔宝宝说 虽然是最后一名 但是 我也是有入榜的 好棒哦 还好我今天又早起 猪小弟说 十二生肖的动物们 依照顺序 上台发表得奖感言 这时 猫姐姐跑了过来 喵 我 我迟到了 鼠弟弟 你怎么没叫我起床呀 是你自己贪睡 来不及了 我是第一生肖 呵呵呵 滋滋滋 鼠弟弟得意洋洋的说 你太过分了 不是说好要叫我起床 一道出发吗 我忘记了 老鼠小弟说 好样的 你竟敢不守信用 枉费我把你当成我的亲弟弟 妙 老鼠一点也不肯认错 它不在乎的说 算什么账啊 是你自己不上心 猫姐姐知道自己没有得名次 再也挤不上十二生肖时 这下子 猫姐姐可气坏了 喵 它向老鼠扑了过去 老鼠因为心虚 只好拼命地逃 从此以后 所有的猫见到老鼠就追 而老鼠看到猫 就赶快逃 原本是好姐弟的猫和老鼠 就在十二生肖的比赛之后 变成了死对头 到现在还是这样呢 不过 不管猫姐姐再怎么生气 比赛的结果已经定了 十二生肖就从此也没有猫了 今天由达林姐姐改编的 十二生肖故事由来说完了 虽然鼠小弟在这一次的生肖比赛 获得了第一名 但是狡猾的他 失去了猫姐姐这位一辈子的朋友 也失去了牛杯杯 还有其他动物对他的信任 未来鼠小弟再次需要动物们的帮忙时 一定没有人愿意帮助他的 即使在十二生肖当中是守卫动物 但是达林姐姐觉得不光明正大的方式 获得名次不值得开心 也会失去很多人的尊重 希望小朋友也要记得 名次固然重要 但是享受比赛的过程 从中学习 才是参加比赛最大的收获 你数什么动物呢 今年2023年 是兔宝宝的一年 不过在这里达林姐姐要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 其实猫也是有入榜的哦 在越南这个国家呀 它们没有属兔 它们把兔年当作猫年 所以在越南的十二生肖 是有猫姐姐的存在的 但为什么它们没有属兔 是属猫呢 有一种说法 当时的越南看不到兔子这种动物 所以它们就用猫 来取代兔子 在越南的十二生肖 是没有兔子的哟 这样你知道了吗 下礼拜 达林姐姐还要告诉你们 十二生肖由来的番外篇故事 跟公鸡 还有龙有关系 是什么故事呢 一定要准时收听 达林姐姐说故事 欢迎各大厂商邀约合作 合作链接都在下方说明栏 本月的Bling Bling 斗内留言 将统一在 一月的最后一个礼拜 也就是新年的特别节目 念出 敬请期待 惊喜盲盒绘本礼物 也将在下礼拜统一寄出 希望 过年期间 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 爸爸妈妈 亲戚 一起阅读达林姐姐为你挑选的绘本哦 亲爱的宝贝 晚安啦 原本是好姐弟的他们 变成 变成了 不成人 变成 变成啥 啊 不成功 变成人 艳雨消雪 小朋友你学会了吗 不成功 变成人 请爸爸妈妈解释给你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